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精確制導的情況下 那我們就要對敵人的 重要目標進行打擊 必須得趕緊停 停車就得打 打完就得走 對不同的目標 實施不同的設計的方式和方法 操作 擋盪發射 警備 空地活力突擊 在聯合作戰中 是空地協同作戰的重要組成部分 空地活力突擊 在聯合作戰中 然而 由於參戰力量多元 作戰空間廣 作戰行動多樣等特點 要想取得勝利 必須更好地集成火力 兵力和各種保障力量 那麼 在空地活力突擊時 都有哪些明星裝備 他們的火力打擊能力 又有多猛呢 軍用直升機在對地攻擊 提高部隊機動性和後勤支援等方面 發揮著關鍵作用 具有火力猛 打擊精準等特點 被稱為低空殺手 在朱日河訓練基地 第82集團軍某陸航旅 正在進行實彈射擊前的準備工作 幾個小時後 大批武裝直升機 將會攜帶空地導彈 空空導彈 火箭彈等多彈種 飛鳴這片空運 上演一場 呈建制的超低空打擊視覺盛念 王朔 王雷 是第82集團軍某陸航旅的直升機飛行員 在這次演習中 他們首次作為搭檔 駕駛武之石 使用空地導彈摧毀敵方的地面裝甲火力 有著霹雳火美誼的武之石 不僅機動性強 還能同時掛載反坦克導彈 空對空導彈和火箭彈 讓陸軍航空兵的立體打擊能力如虎添翼 一號 三鬥一一組工作好 請示起飛 三鬥一一組可以起飛 起飛之後聯繫罰號 明白 接下來 王朔 王磊 能夠在兩分鐘的射擊實現裡 順利命中目標嗎 嚴尘比較重 我看不見目標 就是因為在這個實戰背景下 這個波刺銜接的比較緊 而且上一波刺 他們是用火箭彈對我的目標區域 進行了火力覆蓋在我目標區域 形成了嚴尺的覆蓋 而且覆蓋的範圍還比較廣 而且覆蓋的範圍還比較廣 濃度也比較強 為了最大程度貼合實戰 此次實彈演習 採用多批次直升機密集火力打擊 最大程度摧毀敵方目標 而前一批次實彈射擊後 彌漫的煙尘遮擋了目標區域 盡量給你採用 盡量給你證據時間 三動兩 調整速度100 注意繼續搜索目標 王朔和王雷當即決定靠近敵方炮火覆蓋區 降低飛行速度 近距離搜索並打擊目標 但攜帶著導彈的武裝直升機 一旦遇到敵方對空的單兵火力 低速飛行的直升機將很難快速調整 隨時可能會陣亡 我當時在室下就是兩隻手緊緊地握住了手柄 死死地盯住我機艙裡面那個光明畫面 好像我一直等待時機的出現 精力非常集中 還有最後200米了 發射目標 請求發射 發射 命中目標 關閉保險 終於 王雷和王朔完成了鎖定目標 發射導彈等一系列動作 在貼近實戰的嚴酷考驗下 這場成建制的直升機超低空實彈打擊 也圓滿收官 作為低空殺手 武裝直升機是地面火力進行作戰任務時 最主要的空中支援力量之一 而紅旗16地空導彈 則是地面攔截和消滅各種空中目標的重拳 發射 發射 麒麟山下 一場多炮中跨昼夜的地面聯合防空演練即將展開 地空導彈是由地面發射攻擊敵方來襲飛機 導彈等空中目標的武器 紅旗16地空導彈是我國第三代中低空中進城地空導彈系統 具備全方位快速攔截多目標的能力 這是我們的導彈發射車 它主要由底盤操作方艙和桶档三部分組成 它屬於中高空防空導彈武器系統 主要用於攔截固定翼飛機 無人機 直升機 懸崖導彈和空地導彈 陸軍防空兵來說是屬於先進的一套武器系統 此次演習有八批目標同時飛零 連長王虹只有到最後一刻 才知道他們要打的到底是哪一批目標 他必須要在諸多干擾中準確分辨出目標並且擊中 二戰上爆 目標補助 整個屏幕都是亂碼 我們這次遇到的那種造聲干擾 欺騙干擾 不僅強度大 種類多 對我們的這個影響 應該說比以往是大了很多 這是我們沒有想像到的 王虹他們通過雷突 一打 順利捕捉到目標 可就在對目標進行跟蹤時 屏幕上突然出現了異常 報告 目標消失 別急 加強搜索 明白 還是很擔心的 有一次目標突然丟失 過十幾秒之後 這目標才重新出現 我們當時搜捕的那批目標 它高度突然下降 直接躲到了傷後 面臨著強干擾 目標超低空 速度快等多重難題 連長王虹能否圓滿完成 此次火力打擊任務呢 導彈準備好 二戰上爆 導彈發射 雷突然間 雷突然間 也說尼突然沒有 四龍 車重新出現 事件 買水 雷突然火力 破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精确制导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对敌人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 你可以看出这么宽的炮口 这个毁伤的面积和毁伤的威力还是非常大的 打击敌人的碉堡 攻势等小型目标 通常只需一到两枚火箭弹 就足以摧毁 而打击雷达站 仓库等大型兼顾目标 则需要多枚火箭弹集中打击 接下来 我们就带您到海拔5000多米的某高原阵地 看看远程火箭炮能不能完成高精度射击呢 这六门退役的牵引式火炮组成的火炮阵地 就是这次远程火箭炮的打击目标 这是我们这次实弹演练的目标阵地 我们这次模拟的是一个火炮阵地 这是第二榴弹炮 新疆军区某炮兵旅将用实弹射击的成绩 来检验远程火箭炮的精确打击能力 炮兵们还准备了几台运动相机 他们将记录下火箭弹击中目标时的状态 这些牵引式火炮的炮身都是钢铁材质 那么 在远程火箭炮的打击下 这些钢铁大炮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一炮注意 一炮注意 一炮杀死人有没 五 四 三 二 一 发射 一 发射 二炮注意 准备射击 三炮注意 三炮注意 准备射击 三炮注意 随着三枚火箭弹顺利出塔 刚才还完好的钢铁大炮 顷刻间灰飞烟灭 六门牵引式火炮 此时已经变成了残肢断体 整个目标阵地完全被摧毁 三 二 一 发射 远程火箭炮不仅能提供大面积火力支援 对敌方纵身目标实施精确火力覆盖 火力摧毁效果也十分惊人 如今原本信息化程度就高的远程火箭炮 还安装了制导装置 上百公里也能做到精准打击 五 四 三 二 一 发 多发火箭弹呼啸而出 精准摧毁 敌指挥中枢 相比传统的迁营火炮 一百二十二毫米自行榴弹炮配备有铝弹 大大增强了这型火炮 在复杂地形环境下的机动性 确保了炮兵们可以随时转移阵地 进行下一个目标的打击 就在记者还沉浸在炮火骑射的震撼中时 银长王波已经下达了快速转移阵地的命令 这种快打快撤有战术意义吗 炮兵在现在作战调性下 说白了就得要打得快 打得准跑得快 要不然的话 这个战场生存几率会大大的降低 因为现在反炮兵的武器啊 装备啊是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说白了 在战场上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 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得赶紧停 停车就得打 打完就得走 同样级机动性强和精确火力打击能力于一顶的 还有大名鼎鼎的陆战之王 99A主战坦克 作为我军首款信息化主战坦克 能够在运动中精确命中目标 堪称人民陆军的王牌武器之一 先进的火空系统 也为99A式主战坦克的火力打击 提供了有力支撑 接下来的实弹射击将向我们展示什么叫陆战之王 指挥所 猛虎一号考核前准备完备 猛虎一号 我是指挥所 前进射击 执向 全队队 村甲甲正确火力打击前面 地面战中连续打击能力至关重要 车长马孟成作为全车指挥员 将指挥蒙古一号进行高精度连续打击 然而 作训参谋陈强决定 给车长马孟成出一个难题 现在的情况是 你车炮长 复杀 无法进行战斗 由你接管火炮进行超越射击 小心 马孟成要临时代替炮长进行射击 就是超越射击 这是对车长驾驭99A坦克能力的考验 尽管99A坦克有着精确火力打击能力 但挑战移动把射击 99A坦克能否拥有稳定的发挥呢 目标被准确命中 马孟成车组打出了优秀的射击成绩 在地面作战中 与坦克齐头并进 成为地面火力突击中间力量的 还有一位坦克的黄金搭档 04A式步战车 作为我军的主战装备之一 04A式履带式步兵战车 是与主战坦克搭配作战的最佳排挡 0C步战车 咱们现在装备这个0C步战车 首先它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火力 咱们装有炮射导弹 100炮 30炮和飞运机 可以发射多种弹药 威力比较大 射程比较远 火力也比较猛 当然我们全车装备的复合型装甲 普通的机箱弹和炮弹 我们这个步战车都能进行抵抗 04A步战车通常配备三名成员 三名成员分别是驾驶员 车长和炮长 袁玉树担任04A步战车的车长 已经有五年的时间 这一天 他和战友将迎来射击考核 加强协同配合 但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10米外的目标都看不清楚 如此恶劣的天气 严玉树他们还能设计吗 以前在这种天气 也设计过 也打过吧 因为咱们在这个地区 这个时间段 就是相对来说风沙比较大 环境也比较恶劣 这就是更能考验 我们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在实战条件下 对这个战场目标搜索 是摧毁设计 尽管天气带来了不利因素 但实弹射击依然照常进行 100毫米炮弹 主要目标是简易攻势 和轻型装甲车辆等 虽然炮弹个头不大 但是威力却十分强大 这个弹是30毫米沙发弹 这个30毫米的弹应该分为两种 一个是30毫米沙发弹 和30毫米穿脚弹 咱们今天打的是30毫米沙发弹 这是其中的一种 0-4A步战车 除了这两种火力外 还配备了一艇 5.8毫米机枪 这一天的考核 袁玉树就要和战友们 用这三种武器进行设计 今天打的是10辆车 同时进行展开 后侧有单独的一辆车 这属于就是指挥车 指挥10辆车同时 开进前进 对这个不同的目标 实施不同的设计的方式和方法 就在袁玉树紧盯着前方目标区 来回搜索的时候 指挥车突然下达了一条 让它意外的命令 指挥员让我们发射烟幕弹 战场上烟雾可以干扰敌人观察 射击和制导武器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隐身手段 一般在与敌人对战时使用 我发射了六枚烟幕弹 发射去以后 我们前面立刻形成了一面烟墙 我们周围全部是烟 什么都看不见了 战场上 敌人往往处于运动中 于是考核组通过设置漂浮不定的气球 来提高战士的运动射击水平 袁玉树刚一出手 就打爆了三个气球 这极大的鼓舞了车组的信心 最终在规定的时间内 运运树车组不仅完成了并列机枪射击 100毫米炮和30毫米炮 也打出了优异的成绩 应对了各种临时变化 经受住了实战化训练的考验 现在我面对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起步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条前路上 我们有四到五个上下起步的大坡 现在坦克正在加速 马上进行一个左踩弯 左踢弯弯 刚刚我体验了一次 我们久久是坦克驾驶员的驾驶训练 可以说这次体验 它的刺激感会让你觉得终身难忘